大家好我是手 你爱的这种喜欢杀 视频开头呢 如果可以的 麻烦一定要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非常喜欢 从封面大家都可以知道 今天的故事 咱们讲的依旧是韩力的快乐人生 当然杀修士也是快乐的一种 上期视频呢 主要讲了韩力进行血色试炼 其中的杀戮 本以为差不多一期视频就能讲完 总不能一直杀吧 但意外的是 我还是小看了这个活动 死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感觉都讲不完 而如果老是说这个 我也没有太过于无聊 所以呢 我决定直接把这些快进 反正死的都是些普通的练气修士 在江湖上 那可都排不上号 是要炮灰而已 不过唯一的好处 是在这里 他遇上了自己的道路 南空晚 不过这并不是一期爱情寂静 所以呢 再时间把他放在一边 还是来看看 他杀过的那些倒霉蛋了 有请第一位受害人 播放现场画面 接着一道巨大的青色剑气 凭空出现 韩力一闪之下 就已经到了轩乐身后 轩乐呆呆地站在原地 身上的火红护甲 在胸口部位 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波动 让护甲灵气全尸 已成了废品 而头部 没有任何真正的 突然滚落了下来 他竟被韩力破了护甲后 用青原剑芒 直接斩下了头路 哎 你不要觉得这样听过去 好像很简单那样子 一道剑气过去 对面就突然暴毙了 好像是韩力在一大欺小一样 要知道 这个被杀的轩乐 拥有助击后期的修为 光静静 就碾压了韩力两个等级 不过也真是因为这 他太过于自信 以至于被韩力打了个措手不及 被活活地砍死 不过说到这 还是得介绍一下背景 故事到这里呢 在服用了几颗助击弹后 韩力已经进入了助击初期 乖乖地在坐门待了几年之后 战争爆发了 在和正道门进行另一交换之后 魔道六中 向越谷纪念的七大门派 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而另一边 在守护着灵矿被攻破后 韩力不得不和其他七派弟子一块撤离 结果在偶然遇到机缘后 这只乌合之中 就发现了上述下黑手的剧情 直到最后 所有同伴全部死亡 一个不留 所以啊 宁可去前线冲锋陷阵 也千万不要跟韩力一块秘境探索 这死亡率太高了 吓人 好了 不扯这些呢 让我们有请下一个受害者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而且是一群连名字都没有的工具人 本来像这种群体的抹杀 并不应该被计算进韩力的杀人数中 但这一回却不太一样 这可是能够获得成就的存在 在凡人宇宙中 韩力第一次一大技巧 杀死了数名修士敌人 不说别的 先看看那个战斗的场面嘛 他两手突然同时一扬 顿时两道黑光和六道金光脱手而出 打眼之间就到了这几人身前 然后 在这些修士惊恐的目光中 围着他们那么轻轻一绕 连护盾都未曾开启他们 就纷纷栽倒在了地上 竟被韩力瞬间同时击杀了 看见没 这就是助击强者的威力 韩力能够活着长大 真的是非常幸运 好了 替恋七七的小伙伴诉了苦之后 我们还是得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杀 毕竟韩力也不是什么魔鬼嘛 因为需要修复古传送阵 所以韩力找到了对正法研究 颇深的齐云霄和辛如荫 虽然他们对正法研究有些心得 但是自身的实力却非常微弱 而辛如荫因为正法师的身份 被这几个恋七七的修士顶上 谁的歹意试图将他活捉 比起传授心法 于是他只能派亚本回来求援 但这要不是偶遇韩力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也打不过对面了 不过呢 现实是 在听说对面仅仅只是几个恋七七修士后 韩力马上就不困了 这是个多好的诗人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于是就有了上面这几个小倒霉蛋 被韩力作为礼物送了出去 嗯嗯嗯嗯 还真是白修炼了这么久 蝶的青春结束了 韩力也学会以大欺小了 但毕竟这才刚刚主机 他的杀人旅途自然还在继续 好了 那接下来镜头就交给前方的记者 让他们来向我们描述一下 从衙门那里得到的最新消息 冰妖见此大惊是色 急忙拼命挣扎 但是为时已晚 其然眨眼间就到了韩力的身前 就见韩力手中银剑略微一动 无数道密密麻麻的银毛一闪即逝 两人瞬间擦身而过 接着两人的身形同时在月光下显露了出来 只是韩力持剑站立着 而冰妖则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从上一次杀人到这次收手 逐渐已经过了几十章的时间 各种试探层出不穷 而此时的暗发地 则位于越国的皇城之中 在执行师傅保卫秦家的任务时 韩力偶然发现了这个邪教组织 黑薩门 它是一个通过血迹的方式 来使自己突破境界的门牌 韩力当然不是什么除魔未到的角色 只不过 他对黑薩门中能够提根捷奈概率的宝物 非常的感兴趣 只要能有用的 他都感兴趣 于是 在等到了宗门援军到达之后 双方就在越国的皇城中发生了冲突 而这个血妖 作为黑薩门四大护法之一 自然是给韩力等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不过 在战斗经验这方面 韩力不知道被他搞到哪里去了 一波贴身换血 直接带走了血妖 取得了黑薩讨伐战的初步生理 跳劲很明显 接下来这个受害者 必然是整个村子最后的希望 没错 也就是黑薩门的教主 功法练着脸 家里的小弟就都被杀完了 且可真是太难了 所以他只能自己出手 表较韩力等人彻底抹杀 一开始 却是取得了很大的优势 直到韩力出手了 整个场面又发生了变化 那么先播放现场画面 搜索光芒渐渐的消失 露出了直直挺立的月皇 直见他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嘴唇动了一下 就如同瓷器一样崩溃 整个人变成一堆烂肉 直直地从空中掉落下来 被众人头上的霞光轻轻地拖起 作为助击巅峰的修士 虽然在被韩力天雷子的偷袭下 已经身受重伤 甚至不需要寿命来换回状态 预设的埋伏地点 在几个阵法和福宝的加持下 成功将他斩杀 这段了这么久 就为了能够成为 截蛋野下的第一人 结果到最后 一天都没能享受这待遇 前面几段魔化 果断地白给 所以啊 在修正界 真就别搞什么时间太长的魔化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好了 到这里呢 本期助击七寒力杀人事件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 三连来一套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谢谢